然後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懸慾 這個懸慾我們先看他講什麼 這是警察 我先聽你們講故事好了 這個故事是那個 Fachion他到了主教家 到了主教家以後呢 主教很好心請他吃飯 他發現主教用很好的餐具 這個餐具是銀器 所以他就想半夜我把它偷走 他真的半夜偷走 可是明天一大早馬上就被人逮到了 逮到以後呢警察就來了 警察來就問主教 主教這個是你的餐具對不對 所以當音樂家當一個 要描寫到警察把Fachion抓到主教的時候 他加了一些特別的聲音來描寫一些警察 我們來聽一下 偉平老師麻煩你幫我關一下燈好不好 因為這個比較黑 可能我也看不清楚 其實我們聽完一次 我們再聽一次 你會發現呢 你會聽到一些好像超級的聲音 這個是表達警察來了 再注意這個背後的聲音 真的嗎 おばあちゃん 每次警察出現都會聽到這個聲音 我们先听到另外一个段落 这里有很多段落出现 我们听到另外一个段落是方婷被抓 为什么被抓呢? 他在路上有嫖客欺负他 他还手打嫖客 刚好请他进过 嫖客告状 我们听一下 对,我们听一下之前的外星戴 你可以跟全人讲 布袋戏就是这样做的 每一个布袋都有他自己的主导动机 对不对? 我们听到一个音乐 就知道哪个是布袋游出来的 这个我们音乐处理叫主导动机 这个是华格纳最推崇的 最用的最彻底的 可是不代表以前的音乐下没有用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警察出现就会听到这些效果 听到那样呛呛呛呛的声音 对不对? 他这个是很客气 完全一样的 那个伴奏 那个旋语完全一样的 这代表他的身份 他是警察的身份 然后呢 我们在不同地方 还会再找到的 我们之前看过一点点 不是那个Fishone 把车子抬起来吗? 警察出现了 出现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音乐 代表警察出现了 警察来了 你注意哦 你听哦 只有一个声音而已 就是这里 就是这一下声音 我再从前面一点 你注意到 那个敲起的声音 其实那个是木琴的声音 就是这里 一下而已 所以他已经假设你了解了 他只有一个声音给你而已 而是另外的地方 I have only known one other who can do what you have done he is a pocket from her chain he is a pocket from her chain and he's been ten years on the road 好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那个木琴的声音 可是我们听到那个节奏 那种节奏 那种节奏 你再听一次就听得到了 很明显的 好像打拍子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动机 我们可以就顺便学到 什么叫做主导动机 那接下来 这个黄色不用管 因为今天你们没有 没有拿到光铁 现在呢 这个 这个 当然这个 这个 英文字母一点都不重要 你可以给他任何的代号 任何的符号 都可以 这个 是 很希望 他离开了监狱了 他拿到那个黄色的通行证 离开监狱 他很高兴 他这个音乐的表达 他充满了希望离开监狱 很正向对不对 很阳光 是大跳的 咚咚 八度 然后 咚 七度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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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那個大跳是銅管的 那個步管弦他們就催的一個 以後會在這裡出現 有1首歌叫Who Am I 什麼東西呢 原來有一個人被抓了 他們認為這個人就是上萬象 上萬象就覺得 我不應該 害了這個人 這個人是無辜的 其實我就是那個囚犯 我要去認罪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根據來講 它有一個技巧 ostinato 頑固音型 我們一般講頑固低音 當然這個不一定要在低音 所以用頑固音型比較好 那如果大家要去查字典 其實在上網查字典很簡單對不對 你把這個字複製的貼上去 它會偵測到到 這個是義大利文 就是頑固 很頑固的意思 我們能夠聽到這裡 從頭到尾都會出現這個音型 在這裡 它是很小聲的 慢慢進來 然後呢,就一直唱下去 一直唱下去 那我們看一下,聽一下這首歌 從開頭到結尾 我們跳著來欣賞 前面是朗宋調 朗宋調就是 他好像自演戲這樣子 我們就拿不送過來 這個招貼前,我覺得可以翻就死了 如果 等一下他唱我就可以死了 我們在一般歌劇知道 很多的Aria 就是歌曲之前 或是我們中文翻作 永嘆調之前有一段音樂 這段音樂就叫做 所以如果我承認 我 死定了 如果 我不講 我該死 所以如果用死這個字就很好用 現在開始 就是那個 玩不隱形 所以我們要跳後面一點點 他會一直在的 他會一直在的 所以一直都在 從很小聲到很大聲這樣子 那是 我們看起來 在這段音樂 這段音樂 會有很多招貼